中国人民在南海世代生活劳作 南沙驻岛早也是中国政府依法管辖的领土 今天的南海又是世界上最繁忙 最安全 也是最自由的航道 几十年来 全球50%的商船 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 航经与此 从未受到过任何的干扰或者阻碍 所以环顾当今动荡的世界 南海保持着和平稳定 这里离不开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共同做出的努力 诸为不义 弥足珍惜 这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两个坚持 存在的争议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妥善的管控解决 而海上的和平坚持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来予以维护 这也是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新闻宣言的核心要义 关于海上争端 中方一直保持着高度克制 我们主张本质目利友好精神 尊重历史和法理事实 寻求各方不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但我们不允许善意被滥用 不接受海洋法对歪曲 对蓄意侵权 我们将依法正当维权 对无理挑衅 我们将及时距离反制 我们也奉劝某些意外国家 不要挑事生非 选边站队 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 或者是肇事方 关于维护南海稳定 中国和东盟国家 我们都要继续落实好 南海各方新闻宣言 就是DLC 同时呢 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 也就是CLC 我们要设立更加富有效力 和实质内容 符合包括海洋法在内 国际法的地区规则 在中方的大力推动之下 准则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二读 现在已经启动了 安文的三读程序 我们愿意同东盟国家一起努力 争取早日达成这个准则 切实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 合作之海